大家好 我姓刘 叫刘又泉 来自于美丽的海滨城市烟台 我27岁 我07年从中国防卫科技学院毕业 信息安全专业 本科学历 但是毕业之后呢 却从事了与专业非常不一致的销售工作 这是我的选择 然后今天非常非常非常高兴 能来到非你莫属这样一个大的平台 希望能找到我的事业 然后呢 也很开心 今天能见到活蹦乱跳的张绍章老师 请大家给我们可爱活蹦的老师 一致掌声好吗 谢谢 好 今天我的求职意象呢 我不关心你的求职意象 我哪就活蹦乱跳 你就是活蹦乱跳 就是怎么活蹦乱跳 你觉得对一个笨40的一个男人来说 是他夸他的词吗 我这不幽默一下吗 就挺冷的 你的这个幽默 来说一下求职意象 好的 我的求职意象是销售转理类和经理助理类 谢谢大家 稍等了 你的求职意象是销售管理类 对 所以重点还是放在管理上 没错 和经理助理 对 不是做助理职位 而一定要做经理助理 对 你是07年毕业刚才讲的 没错 07年到现在四年多的时间 对 你都干了些什么 我很专一 一直在从事销售和管理工作 在什么地方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 在人寿保险公司 对 保险销售 从最残酷的基层销售开始做起 07 08很苦 而且没赚到钱 然后09年开始组建团队 而且做销售管理的同时 我还兼着做销售 就两样都不耽误 都不耽误 都不耽误 那你的这个团队管理到什么程度 你这团队的业绩怎么样 每年的这个保费在百万元以上 将近两百万吧 将近两百万 我自己能做一百万 占大头 占百分之五十以上 然后我团队底下的属员 他们能做将近一百万 你的收入有多少 10年11年收入在二十万以上 在二十万以上 是的 年薪是二十万以上 是的 那你今天要找的这个职位 有收入要求吗 有的 多少钱 八千一万吧 那你别的钱我说话 难听有钱 您说 你接着干呀 你不是在理 对 你不是已经挣那么多钱 你就接着在那干 不就完了吗 是 但是到11年的时候 发生了一点事情 我的母亲生了一场病 然后呢 她一直不太希望 我从事保险工作 因为她觉得不是很稳定 我也考虑到她 然后我也考虑到自己 我不想就是 因为保险虽然很好很好啊 但是我不想一辈子从事它 关键是 你这个非常不符合保险公司的一个 职业发展的一个道路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 也是在那个保险公司 人家就是干了十年 下面都已经五六十人 七八十人了 没错 都一年收入百万了 这时候她觉得 OK 我换一个行业 可以 你刚干四年 正是一个 这棵树栽出来了 果子开始结了 然后你决定说 我把树砍了 我走了 这个太让人难理解了 就是因为我年轻 牧总 不 你的树已经栽出来了 挺费劲的 不是 牧炎 这果子已经开始有了 牧炎 你主要刚才没说到 关键点 你说那个保险公司 他刚才讲 他有一个关键数据是 他个人占了一半以上的业绩 这个其实对一个 带团队的管理者来说 不是什么好的成绩 但是他小团队 保险公司小团队 我觉得也正常 我觉得 因为我客户源积累起来了 关键点 一到这儿 你就可以继续做 三十万四十万五十万 奔着百万 你挣到一年一百万的时候 其实我同意 你再说 我再换个行业 我已经干烦了 其实他现在武装的 他把自己武装到了牙齿 他自己很优秀 不是团队很优秀 现在首先是这样 所以他可以带着自己的 这些成就 累积的经验出去走走 不是他的团队很过瘾 又前我其实有几个问题 不管你之前做得好与坏 我有几个问题没搞明白 你说保险行业 是一个不稳定的行业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说 我一个邻居做了十几年行业 现在安静乐业也挺好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你说你妈妈不愿意 让你在这个行业来做 我不知道为什么是妈妈 她老人家知道 这个行业有什么丑恶嘴脸吗 然后不能做 反正在这儿没有保险行业的 还是说 第三就是说 你是因为在这个行业太浅 你并没有深度地了解 它的魅力 所以你想转行 我现在搞不明白 你为什么转行 做到我那个份上 我觉得已经相对 是比较稳定了 而且做了四年 将近五年 我应该对这个行业 也有一些了解了 我很热爱这个行业 我非常热爱它 我觉得它确实是一个 那你为什么要换 那你为什么要换行业 想多看着 请问 刚才大家反反复复 我现在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这是第一轮 你要回答的最后一个问题 除了金融行业 今天现场没有 还有什么选择 对行业的选择 打个比方 假如饮风饮总 餐饮行业 你愿意吗 我愿意 假如木颜木总 婚恋行业 你愿意吗 这种若木总要的话 可以考虑 这样吧 十二位 我们现在到了第一次 做出选择的时候了 他现在要找的职位 是销售主管 或者是经理助理的职位 对 大家看 幼犬怎么样 觉得可以 留下来 觉得不行 选择离开 各位选择 谢谢 有七位离开了 还有五位剩下来 你要向他们证明 天生我有才 在开始谈话之前 二位有没有什么办法 让幼犬放松下来 周老师 我觉得实在一点 我刚刚跟弗兰克老师 我们在聊 我说 如果我是你 哪怕我曾经失败过 我可以把我的伤疤 讲出来没关系 你为什么 让我们感觉 你像一座山 然后我们要翻山越岭 还找不到你啊 是 为什么呢 有时候 不是 您说 有时候不掩饰 就是可能是令到你最 放松的一种方法 无论怎么样都好 你要做管理 做管理的人 是要头脑很清楚 要拿出主意 在台上都没有表现出来 无论怎么样说都好 我真的不相信 你是一个 一年拿22万年薪的 销售主管 带着团队 我真的是 以前在给我客户和我组员的这个印象 我一直是很实在的 我真的是有什么说什么 但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给各位引起这么大的困惑和争议 我也不想 我觉得我对你有几个困惑啊 我们讲就求职来说呢 你工作要有一个你的价值的延续性 但是你要换一个行业的时候 你之前的这种能力啊 你要打很多折扣 因为你对于行业的不了解 对吗 大家工作习惯都不了解 什么都差异很大 这种情况下你还一直扛着你所谓这种主管 这种底薪 我觉得这个是 就这种是不太现实的 非常不明智 首先我有自信 我觉得我可以 就你的这个自信呢 其实很奇怪啊 就你说你是做主管的 对吗 你是带人的 你一直在强调的管理能力 但通过刚刚他们来问的时候 你管理能力恰恰在被大家都给反驳了 对吧 你两年的时间你带团队 你并没有把团队带出来 你没有这个能力的时候 不是 邵刚我觉得 不要老提质疑了嘛 不 我要给他个机会啊 就说你真的你自己重新定位一下 因为你刚才说到你要做金融 结果网站你也做 对吧 婚恋你也做 餐饮你也做 那OK你这时候你重新说一下 就说我能做什么 金融行业肯定是我的首选 然后等于第二支援 我说实话吧 我没有想太多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其实金融行业是你的唯一选择 您说的极端一点 但也可以这样理解 我是最好的 就我们心理哪个部分 现在来说好像又只做金融 刚刚来说好像什么都可以做 是的 你要有一个准主意 想去金融行业没问题 今天没有没问题 往这一站 我就是想去金融行业 抱歉 这是一个你的态度 也许今天没人给你留灯 但是金融行业有人就会 看完这节目找你有什么呀 在这场子上 一定要找到一份工作 才能够让自己的脸面过得去吗 是 为了自己的那个理想的工作 脸面真的那么重要吗 小伙子 为了面子就可以把所有的话 别人怎么问就怎么答应吗 既然真的是为了一定的想法 离开原来熟悉的行业 就索性把那想法坚持到底吗 对 我说上刚刚刚说的那个特别对 你就是太好面子了 一般是这样的 长得好看的人都要面子 所以你要是把这个放下 一切就好了 而且要记住一块 面子不是别人给的 是自己挣的 其实我倒挺理解他的 因为什么呀 因为做保险的人有一个职业病 就是很多从保险行业出来以后的人 他怎么落下职业病呢 因为他每天面临大量的膜拜 而且都是被拒绝的 所以他有一种习惯性失败的这种心理 怕别人拒绝他 所以当别人提出要求的时候 他都是以先答应为主 所以前一轮别人问他要什么工作的时候 他都说可以可以 其实那不是真话 刚才说的我只干金融 我觉得倒是真话 没错 其实我倒挺希望他 能够找到你自己喜欢的工作 转型成功挣了钱 所以六全 我觉得您很懂我 谢谢 六全 你的这个冷笑话 一个比一个冷 所以呢 咱们多用点心思 别再讲冷笑话上 再想自己应该怎么样更自如上 好不好 六全 其实我没错 面对着刘又全 到了五位选择的时候了 五位 如果你们二次选择之后 灯仍然亮着 主动拳转到刘又全手中 五位选择 意料之中的 意料之中的 就通过张才这一系列的这个环节吧 没来的时候 不是不是这样的 又全 没来我肯定是信心满满 最后想跟他说两句 其实就是又全你身上有一些职业病 其实保险是个特别好的行业 塑造了很多人才 但是你身上不应该把一些职业病 带到这个舞台上 好 谢谢 其实我还是挺喜欢你的 来 邓东给个建议 我其实对我脑子里面浮现 你未来如果到我们公司 做团队管理者的时候 你会怎么去管理团队 我的第一反应是说 你会对你的团队说 我是我 你们是你们 很多主管把谈到团队的时候 说我们 而不是说我 还有带团队最重的是 你能教他们什么 好 今天各位BOSS团的成员 给了很多的建议 没错 选自己能够消化的 而且既然在27岁选择了转型 一定要 一定要 很坚持地转到自己 原本要去的一个地方 其实没有必要在旅途上 浪费太多的精力 也没有必要满足 所有人对你的期待值 自己要很清楚地知道 我在这个职业里面 到底要什么 欢迎以后再来 但是前提是准备好 谢谢 谢谢